清朝最后一位格格,隐姓埋名,活到2014年,死前韩磊说出,溥仪都不敢说的是,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过的清朝末代格格金墨玉的故事呢? 他的一生经历曲折,尽管改名换姓,但无法完全割舍皇室身份,并被错误,判入于长达15年,2014年5月26日,金墨玉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,值得一提的是临死前他说出了一件皇室丑闻,那么,这件丑闻到底是什么呢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公元1918年,金墨玉出生在辽宁旅顺,那个时候,大清朝已经灭亡四年了,不过溥仪皇帝依旧还可以在紫禁城逍遥快活,这也使得诸多的清朝遗老,自以为高人一等,肃亲王爱心觉罗,善其也是这样一个人,金墨玉是善其与第四侧妃所生的幼女,因其父一直忘不掉家族曾经的辉煌,所以即使没落了,依旧保持着王室。 要求女儿学习各种贵族礼仪,金墨玉却与这样的家庭格格不入,从小就调皮捣蛋,被人戏称为革面,长大后更是有自己的主张与想法,她想要当一个记者或者歌唱家。 但家族却十分的反对,因为在家人的观念里,女子应该大门不出,二门不卖,或许也是因为她如此前卫的思想吧,少年时就被送到了日本留学。 不过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金墨玉中断在日本的学业,回到北京后,她找了一家日企担任顾问,拿着丰厚的工资业务还比较轻松。 如此一来,她便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比如看电影《烫头与照相》。 有一次,金墨玉的哥哥在照相馆的橱窗中看到了妹妹的照片,她勃然大怒,斥责照相馆怎么敢把哥哥的照片挂在外面。 照相馆的老板吓得半死急忙撤下照片,标好之后还送到了肃王府,不过,金墨玉却丝毫不在意哥哥的恼怒,她依旧我行我肃花钱大手大脚,公司开的工资根本不够她的花销,经常还要在家里拿钱。 此时的她,根本想象不到有一日自己会为了生计发愁,时间来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。 在此之前,金墨玉的兄长都趁乱离开了北京城,金墨玉也搬出了肃王府,在东丹租了一间四合院和家族里剩下的九口人一起生活,听说解放军即将进入城内接管她很开心。 这倒不是因为她有多么支持人民政府,而是打小就叛逆看见就事物消亡了,新事物出现,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欢喜。 曾经王府格格跟着周边的青年们自发地做起了街道的卫生,还挨家挨户地帮着打扫厕所,在这个过程中她接触到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男女,自己的思想也有了一些转变。 在金墨玉看来,自己家族的男人们都不成器,虽然锦衣玉食,接受了良好教育,但是却染上了一身的顽固子弟的气息,吸毒嫖娼,败坏家产无益男儿,古语有云,做吃山空,再多的家财也经不起这样挥霍,以至于祖上留下的基业都被他们浪费得所剩无几。 几个哥哥临走前,只给了他们九个人一百块钱赢上,很快这一百块钱就见了底,为了生计金墨玉只好变卖典当家族的衣物和古玩,但他对价格什么的完全没有概念,更别说讨价还价了。 以至于价值不菲的皮尔仇一被他以白菜价卖了出去,可是,这些钱依旧不够他们日常生活的开销,金墨玉的生活愈发贫穷,只好四处奢账过活,直至几年后定居日本的哥哥给他游了一笔钱,这才让金墨玉的生活得到了改善。 金墨玉用这笔钱先后开了一家西餐厅和四川餐馆,但最终都没有赚到多少钱,1954年我国开展公司合营,金墨玉的餐馆也在此时被政府出资买走。 而后政府将金墨玉安排到了中央编译局,从事日文的编译工作。 他每月可以拿到60元工资,生活水平也逐渐转好,这一年金墨玉已经36岁,但还没有成婚,家族的人无暇顾及他,他自己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大事,直至一个名叫马万里的人出现,他的婚姻才迎来的转变。 马万里虽然不是王爷大臣的儿子,但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、艺术家,作品受到艺术界政界人士的追捧,这样的身份也配得上金墨玉。 两人于1954年结婚,婚后的生活也比较幸福,不过,与金墨玉的婚姻已经是马万里的第三段婚姻了。 即便两人情投意合,这段感情依旧被许多人诟病,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,1958年的春节前夕,金墨玉突然被政府人员带走,并被关进了监狱之中,此后的15年里都将在监狱之中度过,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名呢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其实金墨玉并没有犯罪,有罪的是他的家人,他只是一个受到牵连的人,这个罪人到底是谁?直至临死前金墨玉才说出来,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,金墨玉有一个姐姐,名叫金碧辉。 他还有另外来更名字显玉和川岛芳子,此人的一生称得上传奇二字,话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,外逃的善奇回来后发现紫禁城完好无损,一番打听之下才知道,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从中斡旋的,善奇便登门拜访表达谢意,如此一来,两人便相识了,后来甚至成为了结拜兄弟,川岛浪速是一个中国通,同时也想有着分裂中国的想法。 以至于他假装与善奇交好,后者被他玩弄得不知东西南北,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善奇把自己的女儿,鲜玉送给川岛作为养女,后来送给川岛作为养女,便更名川岛芳子,并去了日本学习,光阴四见,日月如梭,鲜玉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,可却遭到了川岛浪速的玷污,这件事情对鲜玉的影响很大,甚至于思想开始走上极端,回到国内后,家人曾给他安排了一场婚姻, 南方是蒙古的王族,可惜的是,没过多久,鲜玉便离开了家门,去了东北,投靠了关东军。 这是鲜玉逐渐向川岛方子转变,那些年里,鲜玉为了日本搜集了大量的情报,因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,根本就没人怀疑,像后来的黄孤屯炸死张作霖事件, 九一八事变背后都有他的身影,无论是日本政府,还是为满洲国,对鲜玉都非常的满意,此时的他可谓是春风得意,正式变为了川岛方子, 后来,他又去了上海一带刺探情报,不仅残害百姓,还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等,正所谓有因必有果, 1945年,日本选择无条件投降,川岛方子来不及逃跑,就被逮捕了。 两年后,被冠上了汉奸,间谍的罪名处死,结束了悲凉且肮脏的一生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是我国的一段特殊时期, 金墨玉有着川岛方子这样一层背景,他自然逃脱不了惩罚,所以才会有着近十五年的牢狱之灾,甚至于就连他的丈夫也受到了牵连, 当时,金墨玉或许是为了维护丈夫吧,进而提出离婚,但马万里依然因为这段婚姻被打上了反对学术权威的名号, 在那段特殊时期饱受折磨,直至1973年,金墨玉才被逝,但释放却被分配天津的农村劳动。 在这里,他遇到了第二任丈夫施有为,他被施有为的真诚和普世打动,两人结成了夫妻,长期的劳动让金墨玉患上了颈椎病, 1979年时,他已经无法参与繁重的劳作。 而这时,全国正在为过去的事情平反,一向不求人的他,给邓弓写了一封信,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, 在信中他说自己不需要平反,只希望政府能给自己分配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作,回信很快到来, 金墨玉得以重新参与到日语编译和文史研究的工作中来,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。 这时,他的身份是普通市民,1992年,金墨玉与丈夫开始开办面向青少年的爱新日语培训班, 擅长日语教学的他,希望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第二年,他又开始张罗着,置办一所日语学校,为此70多岁的金墨玉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北京之间,发动自己的人脉,为学校筹集经费。 三年后,金墨玉在河北狼房市开发区的,爱新日语培训学校正式开始招生办学,又过了几年,他用自己赚的钱买了房,这让他十分开心。 金墨玉常对人们说,喜怒哀乐这四个字,怒和哀,最好都放在自己的心里,独自消化就好了,而喜和乐是值得与大家一同分享的,这样会让大家都开心快乐。 与来访者交谈时,他透露自己虽然年纪大了,但仍保持着不错的生活节奏,对待生活里的种种也能看得透彻,面对A镜头,金墨玉老人的笑容就像孩子一样。 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曾经经历过怎样起伏的人生,2014年清朝末代的最后一位格格,金墨玉因心脏病去世,享年95岁,在临终前他一改常态,十分悲伤地对身旁的亲友说出了积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件事,也就是穿倒方子这件事情,总的来说,金墨玉自己觉得一辈子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,但是出身这种东西谁都改变不了,一直像一条枷锁一样禁锢着他的一生。 而他也认为姐姐是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。